没想到去过一趟边赛的人 就是不一样呀 胆子都变大了 因为我是伯夫人呀 你少拿永宁伯夫人的名号来押我 子姐姐这么说话就奇怪了 我有了这名号 也是因为我夫君是永宁伯呀 你也真是 你大半夜自己一个人回来 你都不觉得丢人的吗 你就嗷一声 子姐姐今日真的好奇怪啊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你 金姐姐 你莫不是攀了高枝 就瞧不上我们这些姐妹了 你们这俩丫头 胡言乱语的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锦妹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本以为陈侧妃跟锦妹妹是老实的 却不想原来是个藏奸的 端着张无辜的脸 背地里做些下三滥的事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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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说八道 小心我告诉母亲 你怎么能打我呢 我做错什么了吗 要不是因为她抢了我的戒指 你住口 有些玩笑 开不疼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嫁给谁并不是我能做决定的 子姐姐 当年之事你一定也忘不了吧 子姐姐这么关心我府上的事 倒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婚约吧 秦姐姐 你别生气 子姐姐也是一时担心你 才会如此的 毕竟你一个人在将军府那边 若是出了什么事 也没可能撑腰的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人 给你们两个撑腰了 敢在我府上这样布置天高地厚 大姐 大姐 你别误会 我想紧妹妹她不会在意的 都是自家的姐妹 我们 永宁伯夫人 都是自家的姐妹 我想姐妹妹 永宁伯夫人 好了 都多大的事啊 别闹了行吗 子妹妹没那意思 算了吧 算了吧 紧妹妹 永宁伯夫人 我怕你是误会了吧 我是出于好奇才这么关心你 子姐姐 喝点茶吧 喝喝喝 喝什么喝 家里没有茶给你喝吗 不喝就不喝 你冲我发什么火 再也哄也不是你的 你干什么总拿火撒气 怎么连你也对我这样啊 没事吧 喝了 快去叫大夫小雪 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是你亲妹妹啊 我不是故意的 大姐 没事没事 大姐看看 不疼不疼 就只有一点点 别哭啊 一会儿就发了 没事的啊 怎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 你先去帮助姝儿 我收拾一下马上就去 是 已经请了大夫 已叫了夫人了 姐姐姐 我会不会留疤啊 不会的 放心 太医怎么还不来 你快去看看啊 四小姐 已经拆人去了 你在那先等等啊 别着急 我的脸 你说说你 这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下手怎么如此不知轻重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会抓自己的亲妹妹呢 我要抓 也是抓神姐那个贱人 二小姐 你说的话在座所有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热热会如实禀告永宁博的 你说就说 我才不怕你呢 还嘴硬 怎么还打呀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 你疯了 你这个打我 你就是打你 怎么了 我可打了 别闹了 小姐 打他 别闹了 别闹了 路透 打什么打 还想上一个 小姐 小姐 成何体统 你去看看 大姐 怎么办 事儿了 刚刚听丫鬟说 怕是要留霸了 给服上添麻烦了 哪里的话呀 只要不怪罪我 没有照顾好几个小的 就是了 都是亲姐妹 何至于此啊 赶紧走吧 都是你这个黑人精 你信不信我堵上你的嘴啊 小姐 母妃 锦儿没事吧 锦儿一切安好 母妃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一定要听我说话呀 莫再多言 有什么事儿回府再说 辛苦用了侯夫人 派人将子儿 先送回瑞王府吧 好 母妃 我 闭嘴 小姐 小姐 锦儿 锦儿没事吧 没事吧 肚子 肚子好毒 快 快 赶紧扶几人先回屋 快 小姐 慢点 慢点 小姐 夫人 还得劳烦你 赶紧派人进宫请太医 快 你拿着牌子 快去请太医 是 你还处在这儿干什么呀 回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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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让告诉皇上 有人拿了永乐侯府的牌子来叫太医 说是有女眷受了伤 可又说是 哪位女眷呀 好像说是 永宁伯夫人 好 好 对 皇上 臣请告退 准了 雷王 好 皇上 您也一起回去看看吧 谢皇上 来 发生何事啊 太医已经进去了 兄弟就在外面等着吧 姐丫头会没事的 谢谢母妃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来做客 咱们就伤了 赵实说啊 赵实说 我听下人来比 说夫人叫了府中的大夫 我就急匆匆地赶过来 可还没进门 就听见 听见紫妹妹正在喊 说若是真的要抓花 也是要抓花 锦妹妹的脸 怎会抓花青妹妹的 这闹了半天 是静丫头受伤了 这怎么就 就误报成了 紫丫头了呢 那紫丫头后来恼羞成怒 就推了锦儿 那锦儿如何了 你也是 这锦儿怀孕了 为什么不跟大家说一声呢 如若早知道 又怎会发生今日之事 真的 太医 静儿如何了 到底有没有事 怀孕时日尚简 太匠有些不闻 一定要卧床静养才好 我已开了药单 夫人要按时服药 七日后 我再去服药 我问的是锦儿 我没有问什么孩子 哦 夫人只是有些小产迹象 其他没什么大碍 辛苦太医 辛苦太医了 将军 将军 我去抓药了 锦儿 锦儿跟我回将军府吧 让我照顾你好不好 这不是永宁博大将军吗 是那个要把我修了的永宁博大将军吗 真巧 是我的错 锦儿 你不要生气了 气坏了对身子不好 你不是说 你不会在第二次时 让我回去的吗 锦儿跟我回家吧 锦儿跟我回家吧 我说三次四次 我说百次 好不好 我的锦儿 不行 我说 将军 你就这么放了伤害锦儿之人吗 本将军一向是恩怨分明之人 那 您为何放了子郡主啊 就是因为 她是锦儿的姐姐 也是一名女子 我已放出风去 锦儿王府子郡主 永不得等我将军府之门 那这样 就不会有不开眼的人 跟她提亲了 无论谁伤了我锦儿 我必压此必报